早安好啊朋友们 除了房车里好像真是优利第一回跟大家在小车里拍视频吧 优利开启了新的人生轨迹吧 开始了重新的两点一线的生活 嗯 有什么感觉呢 感觉有点 有点恍惚 这是我第一份在哈尔滨找的工作和工作的一个公司 可能会有人有疑问呢 为什么我在哈尔滨这么多年没有考虑过找公司上个班呢 说起能上班或者有上班这个想法 还是要感谢很多南方的朋友们 或者是外地的朋友们来哈尔滨 给了哈尔滨新鲜活跃的动力 我来哈尔滨这么多年没找工作 因为哈尔滨其实没什么正儿八经公司 而且包括工资什么的也都非常的低 随着去年 其实前几年哈尔滨的旅行就已经有点回暖了 但是去年哈尔滨新鲜活跃的旅行就已经有点回暖了 很多有资本的人或者是有条件有能力的人开始重视起来这一块 开了很多旅游公司 包括态度很端正的人也都踏入到了这个行业 所以说我在考量了很久之后决定 在哈尔滨找一大公司 上个班 也是找了一个旅游相关的 为什么找旅游相关的也是因为 我的初心和我的想法都是希望能给家乡做点贡献 那只不过可能是因为我自己账号运营的逻辑 运营的模式和我自己的别扭的想法 导致我没有一个能够持续变现或者良好得到收益的这么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现在找一家公司 然后找一家 我认为业务和他的老板的态度都比较端正的这么一家公司 我距离有点远 因为你不是住平凡吗 那公司在松北 每天要往返 去的话是40多公里 回来的话也是40多公里 但是因为走的是环路 所以说时间上还就可以接受 上条视频发出来之后 我没有想过啊 平时你们都不打说话 藏着掖似的 这家伙我要断根了 他都出来安慰我 鼓励我给我力量 更有甚者啊 还要给我钱 还不止一个两个 还说要给我钱 支持我去继续给大家宣传那个 东北还有那个哈尔滨 这些尤其是东北那些抗战历史 哎呦我真 你们真挺让我感动的 没想到那个 投币的时候 下次一定出真出现事的时候 哎呦 是真真真有真心 真想把真想帮助我呀 当然我是不可能接受你们物质上的馈赠 我一定我也只能 我也只会 凭本人吃饭吧 回顾这小一年来吧 请注意急转弯 这一年来 咱们从哪算一年来呢 就比如说去年刚刚从房车开房车出发 一开始其实规划很好啊 准备把每个城市的抗战的历史 和抗战的遗迹 全部都拍一拍 那实际上 运作下来发现了 根据天气的原因 包括后来老江 哎 我们俩还怀宝好了 很多现实的原因呢 没办法抽出人来去 产出更多的 那种类型的视频 所以说 这个角色一开始可能就是 稍微有些堂住 所以说每一个 想要 过一些不受框架约束生活的 年轻的朋友们 你其实可以步伐 在出发之前 在正式实施计划之前 做一个未来的考量 会不会有意外的情况 或者是 一些机型一类的 其他的 更似于你原本要做决定的那种机型 还会在激烈的事情出现 所以说大家可以多 想想多思考思考 再去下某一个重大的决定 或者是某一个 是要你 付出很大 较大的 经济成本的一些决定 去年来说 在旅在 房车旅行上 我们没有收获太多的成就 或者是收获太多的 自认为 可能对于 在媒体行业 或者对于我们账号 有意义的内容上的收获 但是呢 后续在一月份 十二月份 一月份 哈尔滨的爆火 尤里 看见大家 尤其是731 遗址的爆火 很多朋友 来到了731 那是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光景 在那次正式爆火之前 有一个 那个 国庆节 倒是小爆了一次 当时已经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了 因为我是平方人嘛 我的家离731一直也不远 从小那么多年 731遗址上 我所亲眼见证过的 来参观的游客也好 还是本地人外地人也好 下一块就没有超过二三十个以上 去年 今年年初 一下子涌入那么多人 甚至都排队去参观 这个场面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所以从来没有 就是不敢想的 然后 我也是 情绪突然间的 激昂 拍摄了几条 与 731有关的一些视频 视角主观 它是以一个平方本地人 与老百姓的一个角度 去阐述 加上 我小时候一直喜欢研究731 想知道那段历史 然后也采访过很多 也不算采访过 就是 那时候年纪还小 跟谁打话 谁都愿意累 问了很多 当地的老爷爷 老奶奶 还有 公民 所以 给我的一些信息 一直 埋在我的记忆里 一直到 通过现在自媒体的方式 跟大家 阐述出来 也没想到吧 我 更天731 那么 那么多系列视频 从 情感类型的后来变得 输出一些 略微车业 略微 有一点点 可参考性的内容 将收获了那么多的关注 和那么多的支持 没有想到真的有那么多的游客 南方的游客 东北的游客 北方的游客 通过我视频的讲解 通过我视频 闪出的内容 他们真的来到了731以外 在平方区域 其他的 那些 有故事 有 还从有一直 那些 不在731参观的 区域内的地方去打卡 这个真的很让我感动 没有想到大家真的 对于 那段历史 是那么的深刻 是那么的 来哈尔比那么远 竟然会真的掏出 一整天的时间 带着家人 带着孩子 把整个平方区都走遍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 通过这种方式变现 也从来没有想过 通过这种方式去 再做更多的博取流量的 那种环节型的内容 在我的视频里 更多的只是通过一个故事 通过一个遗址 通过一面残墙 去把尽可能的在 我自己能够 接受的方式 去把731 去把 维满洲 维满洲历史 那些 黑暗的故事 讲给大家听 也从来没有想过 真的会有人 因为 想来到 哈尔滨 主要还是问731来的朋友 没有想过 然后他们还给我留言 希望我能够像 像一个导游一样 带着他们走一天平方去 也通过这种方式吧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一点点 我的经济压力 没有想到有些人 我也没有想过 说是收费 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 既然有这个时间 在我条件 有时间 充费的情况下 就带着大家玩一玩 就是最后 得到一点 一点点收益 一点点 回报 这是你们对我的认可 这是你们对我的视频的认可 这是你们对我这个人的信任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现在因为 有一些平台 他收入方式的规则的改变 导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能够有更 充沛 也不算充沛吧 就是更合理的一些收入 250米处有连续视频监控 所以我现在找了一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 我在哈尔滨众多旅游行业公司中 千挑万选出的一家公司 因为他的老板态度很端正 他们公司的业务 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相比那些 这个性价比怎么说呢 只能说是 相比一些同价位的 他的项目更多 相比那些项目多的 他的价格还更合适 所以这也是我选择 他的原因之一 也是个于什么 我决定踏足东北旅游 哈尔滨旅游行业的 这么一个原因之一 因为我觉得 这也是我目前 一是能够在持续 为大家带来有效的 有用的 哈尔滨的科普介绍之外 还能够为家乡做点贡献的 这么一个领域 这是我选择 找一家旅游公司 的原因之一 每天上班 现在来说 也不算很古早 毕竟也刚上班 没几天 上了一个星期的班 大约把公司的一些 整体的业务 细节不了解 所以说后面可能 我才更新 我的账号这方面 可能会在旅游攻略 或者是游玩的一些 细节上 在大家分享一些 这样的视频 当然我也不会放弃 对于哈尔滨历史 东北的历史 尤其是抗战历史的 科普内容的铲除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 因为我也知道 后台有很多朋友 是想通过 来东北一趟 除了玩之外 也想收回一些 这方面的内容 所以你们会选择来东北 所以你们也会在 之前 选择让我来 带你们 玩一些地方 领略一些地方 参观一些地方 了解一些地方 所以说这个内容 我是不会放弃的 只不过这个频率 会下降很多 因为毕竟要 忙公司的事情 忙旅游 这方面的事情 在自从上班之后 每天都会路过 哈尔滨 一个 非著名打卡地 为什么是非著名 因为它真的很漂亮 但是一般情况下 只有你在包车 或者是自己开车 或者是固定路线要求 这地方的情况下 才会路过任何个地方 这地方就是阳铭潭大桥 这大桥是2011年修建完的 非常漂亮 非常壮观 我都路过南京的时候 在南京什么地方来说 在长江的北岸的一个区域 有一些桥 还长得跟这个 两名潭大桥差不多 虽然说南京那个要短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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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造型上 真的是有异曲同步之妙 所以倒是 看了它那一刻 我甚至有种恍惚的以为回家的感觉 希望大家来哈尔滨旅游的时候 来东北旅游的时候 也能在这些小的环节上 小的细节上 也能够给你们一种 在外面 却得到一种家的温暖的感觉 两属性的感觉